所以回到剛剛的我們拉出的金柱 拉出這顆金柱之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般半導體在使用的時候晶圓 基本上不會使用純的 細晶圓 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在使用細晶圓的時候 晶圓本身就已經含有 也就是各位在去買細晶圓的時候呢 已經有分 這是N型N-type的細晶圓 或是P-type的細晶圓 差長濃度是10的15次方 10的16次方 還是10的18次方甚至更高 也就是什麼呢 在融融的細裡面呢 已經將參雜物放進去了 已經下了藥了 它已經將參雜物放進去了 所以整個拉出來的細晶圓 它已經是N-type 或者是P-type的細晶圓了 所以這一個很重要的 基本上 都目前幾乎都沒有在拉純的細晶圓 也就是都是拉已經有參雜物的細晶圓了 因為在半導體使用上 一般買來就希望直接買 是N型的 或是P型的 使用 而 用量最高的 就是 以製作別的三晶晶圓 絕大部分都是P型的 P-type的細晶圓 所以一般買來的細晶圓 通常在買晶圓的時候 它會開規格表給你 當然除了尺寸大小 晶圓厚度 彎曲程度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參數 它不會告訴你參雜值是多少 它告訴你是什麼呢 組織是多少 因為金柱拉完之後呢 它去探測 這根金柱的擋片是怎麼樣 告訴你這根金柱的表面電阻是多少 而各位可以查 從表面電阻值可以查到 它的單位主機的參雜 不是多少是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一般買細晶圓的時候 除了尺寸 除了騙數 除了參雜種類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電阻值 金柔的電阻值 其實就代表了它的參雜濃度 所以參雜濃度在金柔買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參雜了 就已經有參雜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我們要比較清楚 那 西靜法是一種 另外就是佛林種的方法 佛林種是什麼呢 是指我有一個金種 然後呢 有一個很純 但是金額排列不好的細棒 也就是我提了出來很 那個純度很高的細 但它不是結晶細 你把它塑形成為一個柱狀體 然後將這個柱狀體呢 跟我的細菁種 接在一起 也就是細菁種 還是要存在 那剛剛西靜法是用融解 融化為融融細 那佛林種是用什麼方法呢 是將原來這些細 不用把它融解 它把它先做成一個柱狀體 然後就像固態一樣 把固態推出壓 壓縮變成一個固體 然後呢 把金種跟其中這一朵 毫無傾向 毫無規則系 排列的高純度的細 固體 接在一起之後呢 加熱線圈開始加熱 從哪裡加熱呢 從細菁種跟多菁細 也就是排列不好的細 這邊加熱 加熱之後就會讓靠近菁種這邊 排列不好的細 高溫變成半溶解狀態 做算是給它熱的 讓靠近菁種的細原子 一樣有一點部分溶解 可以移動的去跟菁種的細做 做對接 做排序正確 讓它做移動 給它熱的讓它可以移動 也就是 局部的融融狀態 局部的融融狀態 跟單菁的機械面數 這裡局部的融融狀態 就會讓多菁細變成融解 融解後能跟單菁細接觸的地方 又會形成單菁 然後再加熱線圈往上 然後聚冷卻下來 馬上就變成單菁細了 就這樣子 所以它可能是慢慢的 加熱圈慢慢的移動 慢慢的移動 每移動的過程中 就是加熱局部的細菁棒 而加熱細菁棒 就是從固體 遠遠變得融融狀態 融融狀態再去跟下面的單菁細 產生間階的排列 變成它所要的靜面 然後這樣子移植上去 這就是佛林軸 這就是佛林軸的方法 佛林軸基本上 花費比較貴 但是它的純度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佛林軸看到 它不需要旁邊有乾鍋 因為你前面的心理方法 塗掉起來 你畢竟是在乾鍋 將乾鍋升溫到超過1400路溪 融解這個細碼 所以你有乾鍋去裝這個東西 你有很大的器具來裝這個東西 器具本身可能會有污染物 吸出啊 可能會有雜質 跑進去啊 所以呢 因為它有東西 會跟這個吸接觸 所以它比較容易 可能會產生污染 但是佛林軸完全不接觸外來的食物 完全不需要外面的槍體去接觸它 所以它的純度會比較高 它的雜質會比較少 但是比較昂貴 而且它沒有辦法做 體積比較大 它沒有辦法做大面積的精緣 所以現在 八歲以上沒有在用佛林軸 所以它就想 所以它就想 所以加二線的佛林軸 一樣是使用融融化 它是將多精細的體部融化 然後呢 輕種呢 放到主機融化的地方 讓這個融體 就是融化掉的系 跟精種接在一起 然後產生漸漸慢慢形成 我們藥的晶體結構 形成與精種相似的晶體結構 這樣子上去 所以只要加二線的雲體一開 它就冷卻了 一冷卻它就形成固體了 就變成單體固體了 所以佛林軸的方法是污染物體 而且它不需要整個全部融解 所以一樣跟探討很重要 但是缺點是融體跟界面 跟經驗界面複雜 因為很難得到融差還有一個經驗 因為你畢竟只是局部融解 而局部融解的時候 你不是整塊融解 那你是否可以整個排得很好 不一定 基本上這個方法現在要用 接著到小型的經驗 我們現在得到的經驗 得到的經驗怎麼做呢 就要像買了一顆冬瓜 切頭切尾 先把頭尾規則的形狀 塌掉 那塌掉的這個系統怎麼辦呢 丟熱賀桶嗎 不要忘了 整根經驗都是蠢度很高的細 你被塌掉的地方 還可以再拿回去重新再溶解 對不對 還可以重新再溶解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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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頭尾 兩段的頭尾那個形狀 已經變成尖端的地方 就是不圓的地方 階段 階段之後呢 接著就是你的晶棒 你的晶棒 我給大家看到 這個晶棒看起來 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是旋轉圖外的 有沒有看到 它就很像有年輪一樣 有一個圈圈的有沒有 你會看到這個部分有出細出細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有一圈一圈的紋路 有發現到 也就是說你轉出來的晶柱 它不是 它的直徑不是非常的單一 有的地方快一點 有的地方瘦一點 難免嗎 難免 所以首先一定要先怎樣呢 將最外側的這個晶邊 就是最外側的晶邊 就是最外側的晶邊 你要先把它削底 單一化把它削成四方拉 好 所以 首先我們會對晶柱做什麼事情呢 好 第一個 晶柱的兩邊簽料 第二個什麼呢 呃 溝槽跟平偏 過缺口 這是同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一般晶圓買來 早期啊 早期的晶圓 齁 應該這樣講 有幾個問題 首先 第一個 晶圓在我們製造過程中 絕對不會是一個完整的圓 完整的圓很難用 為什麼呢 因為晶柱在製造的時候呢 需要很多層結構 很多層不外 不斷的疊加在一起 我簡單的來講 假設今天我曝光 我要曝這個方形 好 我第一個圖案是長這個形狀 而我第二個圖案 如果要長這個形狀 那是叫對得很準 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在對第一個形狀的時候 我第一個形狀對上去的圖 怎麼樣 而且它是個雲嗎 你在做的過程中 它可能 在其他晶圓在洗的時候 清洗的時候 或運動的時候 它可能會轉 對不對 那下一步我要拿去對準的時候 請問 它是有可能排成這個樣子 所以 要固定一個方向 要固定一個方向 所以通常 整個細晶圓做出來之後 要固定一個方向 首先你就要有一個 對準的 基準點 對準的基準點 所以你就會希望有一個 記號 這個記號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一個nuch 就是一個小凹槽 也可以是什麼呢 一個小平邊 也可以是一個小平邊 總之 你就是要告訴機台 你的WAVE要避震排震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一個地方 告訴人家哪裡是 對齊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完整的圓 你根本 不曉得什麼叫做對齊 對不對 因為它一直轉天看不出來 你根本看不出來 哪個地方叫做震 哪個地方叫做Y 對不對 所以通常都會刻個記號 在晶圓還小的時候 那時候會刻平面 而且這個刻平面 還很有意思喔 怎樣有意思呢 如果剛剛前面講過 晶圓本身有分 n-type 就是參雜5元處 或者是p-type晶圓 參雜3元處 在早期你拿到晶圓 有時候你不曉得 它是n型還是p型 製造商很貼細的 會告訴你什麼呢 它會做兩個切編 會有一個小切編 一個大切編 小切編跟大切編平行的 就是 呃 舉例啦 那小切編跟大切編垂直的 小切編跟大切編垂直的 這個就是p 所以它還有標示的作用 標示的作用 它有標示的作用 所以這個曹工 或是拉出平邊 或者是摩影的小缺口 都是為了要標示一些資訊 也可以幫你 但是現在就到12寸 晶圓寸不寸進 跟晶圓都很小的 你不曉得一個橫切編 切掉太多 可是我這樣一切 哇這裡的筋 這裡就不能用了 所以通常現在都不喜歡使用切編的 因為切編就浪費材料 所以在8吋以上12吋都使用 勾掃 勾掃 都使用勾掃來代表方向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即使是同一個面 假設是101的面 這個方向跟45度的方向 這兩個方向的原子之間的間距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間距是不一樣的 代表什麼呢 電子這樣子跑跟這樣子跑 它的速度是不好的 所以即使是Wave拿來了 你切Nash這個地方 代表你在曝光的時候 就是你這樣子這樣子 方向 隨著方向 我也跟Nash 轉45度角 轉45度角 在其他人在曝光的時候呢 轉45度角曝光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的魚 就是從這個方向 或是這個方向 它們是不同方向的廢物 所以切跟同時 告訴你這個面是什麼面 這次任太五太 更重要是什麼呢 它指定了晶圓的方 那個 就是Nash指的這個方向 或是跟它90度那個方向 是什麼方向 它可能是100方向 也可能是110方向 如果各位不太了解 有關心只要知道 其實是同一個表面 同一個表面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走 跟這樣子走 數率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是 這樣子走 跟它的90度方向走 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是偶爾所 跟我的方向 彼此的順路是同的 可是如果是轉45度的話 是不同的 那我怎麼控制 通道方向呢 光照圖形擋的一樣 你只能靠出納曲方向 我納曲方向 故意歪個45度角 我撞到近海關的時候 它叫納曲對齊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歪45度 那你一樣是 真的鋪下去的時候 對於這個情緣而言 鋪的是這個方向 對於這個情緣而言 鋪的是這個方向 鋪的是這個方向 這就是一轉方向 這裡的就是一零的方向 如果這個是一零的方向 這可能是一零零的方向 好 諸如此類 我過一張納曲轉四速 鋪一腳 我就可以讓它很像 鋪下去的時候 它的衝向是一零的方向 這只可以告訴各位使用 好 所以轉回畫面 所以有些人看到 可能會親一個鞋邊 也可能會使用這個小Nush 變成這樣之後呢 才會去切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細心緣 所以這側邊會是切除或是眼磨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實際案例 比如說像這個 好來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這麼小的時候是切片 切片 大切片 可是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不是切片了 已經是一個小Nush 只是這張組看不太出來 我們找一下 切片很明顯嘛 切片看得出來 通常呢 每一件經緣都有它 獨一無二的身分也好 就好像又會不會有身分證 一樣 在工程場裡面 管理每一件經緣 每一件經緣都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它知識可能都不太一樣 為了不告問 都會有它的代號在上面 它的切片要的一個刻號 這個刻號就是它的終身代 這片經緣的終身代 它會刻號 Nush這個地方這裡也會刻號 我找一個Nush 寫一點的影片 這裡有個小凹痕 有沒有看到 小大群 有一個小小凹痕 小小凹痕 總是要告訴其他 要轉到哪裡 還是熟悉無二 在去做微影化的時候 總是要將經緣轉到一個正的位置 只是什麼叫做正 它是認證的 它是認證的 你如果讓這個突然走進去 讓它慢慢走 走半天 所以一開始起台頭 會先轉到 靠這個大體轉到一個正確的方向 轉正之後再送到 起台段裡面去 好 再來如剛剛所講的 晶圓的直徑 這是直徑 直徑越大 厚度會越厚 要增強它的機械性質 剛才講過 如果很大片 但是硬很薄 很容易不小心 一壓就 一拿就破掉 要 越大片就要越厚 所以你會看到 十二吋晶圓厚度是 七百七十五麥克典 八吋是七百二十五 六吋是六百七十五 四吋是五百二十五 所以大概就是 五百七百到八百左右 而 剛剛講過 晶圓這麼厚 我們真正在半導體製程中 電晶體不會使用到的地方 只有在表面不到一麥克厚度 所以是 非常小 大概 大概是百分之二而已 然後 然後呢 這就是它的面積 面積一直到半徑 直徑除以二 乘上圓周圓的地方 開打的地方就是面積 好 重量 哇 一片 這只是一片 一片 一片一百二十七點六二克 一克二十五片 乘上去五 吃豆沙 來 趕快幾百一拿出來 看一下 三千一百九十克 就是三公斤了 三點二公斤 所以你看 一盒晶圓 三公斤重 一盒晶圓 而且這上面還沒有做任何處理 它沒有添加熱的東西 好 所以 整個金柱 首先對金柱本身先刻凹槽 對準 整個金柱先對準 同一個凹槽 刻下去之後 接著再把它 怎樣呢 將整個金棒的 最外 要開始去切點 好 使用圓越彎刀 有沒有 一個刀 這是一個切割機 這裡是刀片 刀片的地方 大家有時候去吃火鍋的時候看到人家切豬肉片 有沒有 拿一個很大的豬肉塊有沒有 在切割機上面 咿咿咿咿 這樣割一片 割一片 然後割一片下來就是一個肉片 然後一定要這樣子 對折一下 看起來很高 在對折 端上來的就是 有五八六 這樣對折的結果 微微是 一根金柱下去 切切切切切切 所以 切 它是用什麼呢 這裡有個鑽石薄層 其實就是 鑽石 因為鑽石的後部最硬 是石 鑽石刀 就是鑽石刀 鑽石刀去切割它 它會旋轉 然後晶圓發去切片 開始切片 而在切的過程中 因為它等於是用鞠兒 這種鑽石就等於是用鞠兒一樣 鑽下去 鑽下去 在鑽的過程中 摩擦會生熱 切的時候會產生熱 所以要把冷卻油 因為在切的過程中會發熱 會燙熱 會燙熱 因為燙熱 有什麼缺點 要知道 固體會熱脹冷縮的 你在切的過程中越來越熱 你那個 那個什麼 晶體的形狀 可能是膨張 你在切的時候熱 一冷卻下來 可能就凹凸凸了 有沒有 你不要維持 讓它維持 不要一直熱脹冷縮 維持固定冷 這樣才要切 如果你切出來的時候 一降溫了 馬上表面又開始 凹凸凸凸了 所以 一邊冷卻 一邊切 然後這裡 巨刀再旋轉 巨刀再旋轉 像切肉一樣來切 每一片要切 好 切完之後 每一片切完之後 四邊的腳交 是銳利的 因為每一片切完之後 一切完 它的腳有上一切到下一切到 邊角也是尖銳的 媽媽說桌子的邊角要多明 不然下孩子撞到會流行 一樣 邊角的地方 在物理上就是機械硬力最強大的地方 代表什麼呢 你只要一施力 力量會從邊角的地方先釋放 代表什麼呢 四角如果是越銳利的角度 它越容易遭受到破壞 也就是說你帶有機械 施加在這個晶圓表面 而你晶圓的四周 有個很大角度的話 它很容易 力量 很容易裂開 所以四角要摩圓 送去伊提亞 摩圈摩圈 非常加劇的四角要摩圈 所以它會先加 邊緣給圓滑 可以圓滑 筋圓的四角要摩圓 摩圓 避免筋圓在寬動的過程中 或在拉的過程中 不小心邊角撞到機台 或是撞到機器失去 不然就碎掉怎麼辦 因為這裡的機械硬力比較大 不小心去碰它 搞不好 它就會沿著它的結晶面裂掉 教我一下地球科學教導各位 筋體沿著鐵裡面 筋圓只要輕輕地一敲 給它隨便分一個小洞 用力一用 馬上就沿著結晶面分開來 晶圓移式 晶圓你只要給它一個小小的破壞臉 破壞 拿一根針 壓在那個破壞臉的地方 你只要向下一用力 馬上筋圓就破兩半 馬上筋圓就破兩半 所以它非常厲害 沿著結晶面離開 所以視角要做並化的動作 好 OK 那經緣你看到 一個快撞的結晶一切完之後 切的表面就是被破壞的表面了 而且是剛切完 剛切完的表面是最粗糙的表面 較像呢 各位可以想到 如果各位拿一根木棒 木棒叫很像金柱一樣 拿一個什麼呢 鋸刀 在那邊 鋸完之後 請問 被你鋸出來 但表面是光滑嗎 表面鋸著也是光滑 對不對 就算你拿鐮刀 那個電鋸 鋸下去表面也是光滑的 所以這時候剛切完片片的晶片呢 這個晶圓呢 本身是粗糙的 要繼續 拋光 什麼叫拋光 就好像各位 還有 我不曉得現在各位人沒有在上中立課 知道沙子吧 磨木頭之後 再做木工之後 切完之後 你要到 切面磨 要拿沙子磨 把它磨平 金魚也需要磨平 這個磨平的動作 就叫做Polish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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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sh也是要 會有兩個步驟 先出磨 再細磨 先出磨再細磨 那 只是說在細磨的過程中 我們一般講的直接拿沙子磨 這叫做 物理性的Polish 物理性破壞 就是物理性的把它磨平 那還有一種是化學性的 晶圓這種 在細磨的時候就要用化學性的 才能刮到出比較乾淨的表面 因為你用物理性的去磨平 就是用撞擊的力道破壞 再加破壞 利用摩擦力去磨 就算磨出來 磨出來的表面 表面的間接 或是說最表面的細磨 就是一定排列的亂七八糟 所以出磨完之後的細磨 一定是使用化學的方式 化學加物理的方式 來磨平表面 而且不要產生磨斷的斷漸 或者是硬力漸 就是排列的不完整 這樣子 那最常用的化學容易 就是硝酸加心酷酸加粗酸 就是用硝酸氧化 用氫酸去使喝氧化物 然後醋酸也是可以氧化的 這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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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磨的時候 這個磨法有點像是什麼 很像是那種 以前日本武士刀在鑽刀的時候 有沒有 邊磨還要邊用磷 有沒有 只能用磷子給他講都能 但是 今晚的時候 其實在磨的過程中 會講演磨液 而演磨液本身又有化學石科的效果 那這樣的話 我在用機械硬力去磨的時候呢 絕對不用那麼大力 因為我有容易幫你溶解 叫做這樣 你磨一顆顆硬的時候 去磨它不好 可是我現在加了一些酸鹼 那表面會被複蝕之後 我去磨它就不好磨了 因為表面的材質已經被死磕了 或是被軟化了 有沒有 它的間結比較弱了 你再去磨它就比較好磨了 所以會有研磨液 這種研磨叫做化學機械研磨 傳統的砂質中护理研磨 叫做機械研磨 mechanical polish 我在上化學容易輔助 輔助你磨它 我可以邊石科 邊研磨 它會讓你研磨的力量更少一點 而且磨出來的表面更平正 越有化學反應 如果你是凹凹凸的地方 通常凹凸凸的地方 是最容易發出化學反應的地方 因為它間結 是最不健全的 越斷間越多的 越容易成功的話就說了 因為前面講過嘛 新增工加件的是最穩定的間結 沒有形成功加件的 或是有任何硬面件 只要是不完美間結的 它的化學的火星都會遇到強 所以有化學 有這些磨液的存在的情況下 越不平整的地方 越凹凹凸凸的地方 也就代表化學火星越強的地方 越容易被連磨液給使得到 幫助體溫 產生根膜 平滑的本面 所以晶圓切片之後 表面很粗糙 在邊攪拌完之後呢 開始要出磨 然後呢 再用化學時刻 出磨之後 化學時刻 然後再邊化學時刻 邊細磨 就可以磨出很平坦的表面出來 前面講過 你知道這些東西 都不是晶圓單位在做的 都是晶圓製造公司做出來 賣給晶圓廠 讓晶圓廠去做 所以晶圓廠是加工晶圓的地方 不是製造晶圓的地方 我們一般 一般台面上都講的 晶圓廠或晶圓代用廠 台階連電網 這些公司 他們不是製造晶圓 他們是加工晶圓 做成晶圓店 所以他們本身不會去製造晶圓 不要誤會 而以前啊 以前大部分晶圓只拋光一面 因為晶圓製造在晶圓裡面 但是現在 基本上公司裡面的晶圓 都是雙面拋光 兩面都會拋光 所以這句話我去講 現在其實大部分都是雙面拋光 在工廠都是大部分雙面拋光 可是在學校使用的都是單面 因為拋光的面很滑 你記得只要一放到桌上 它就直接滑掉 它會直接滑掉 所以在實驗室 如果你用雙面拋光 首先一個它比較貴 因為你等次要拋光一點面 第一個比較貴 第二個 只要拋光完了 它就很硬滑 你放在桌上 只要你桌上很乾淨 也很硬滑 就滑掉了 這樣就碎掉了 所以另外一面呢 會通常不會拋光 讓它增加點粗糙面 增加一些摩擦力 機能再放的時候 比較不會滑 好 講完細晶圓的生產之後呢 那接著就來了 我們前面講過 細晶圓做出來 我們半導體的原件製造 是製作在晶圓上面 但是使用到的時候什麼呢 晶圓最表面 一麥公平哪這麼厚而已 可是我們這樣拉筋製作出來 又切割完之後的 細晶圓表面 夠完美嗎 對現在的精神廠來講 它怕你在拋光的過程中 可能不完美 或者是你在拉筋的過程中 能確保整個金柱裡面 都是完美的排列嗎 很難嘛 因為剛剛講過它的原子力度非常高 要完美的排列很難 所以基本上現在 出產到業界製作經濟電路的新晶圓 微可剛拋光過來 業界還是不買單 它還要怎樣呢 我希望你的晶圓表面 你要給我guarantee 保證細晶圓表面有一層 有一層的細層 是完美無缺的 那怎麼辦呢 你不信任我拉進去切完出來的表面 那我就知道 額外再產生一個新的表面 這新的表面呢 我們稱之為雷晶層 雷晶層 雷晶系 就是在我們已經切割完 拋光完的細晶圓 但是你還 你還認為它表面的 完美度不夠 那我知道 在這個細晶圓表面呢 再去雷晶系 也就在上面呢 再堆疊一層 細層 Second layer 而這個細的堆疊呢 要很完美 可以 可以 用化學氣象神經 就可以忍清了 好 這種 層積一層 朴墨 而這層朴墨是完美的安晶 這種朴墨的成績稱之為雷晶 雷晶 所以雷晶是一個非常高檔的樹 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樹 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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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晶是什麼呢 你這裡有一個細晶圓啊 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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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化學氣象成績 我們後面有個章節會提到 它是使用什麼呢 它是使用外來的 precursor 外來的前驅物 怎麼做呢 怎麼做呢 就是 你的細晶圓 放到 爐管裡面 爐管就是一個加熱槍體 我們下一道會講到加熱製程 晶圓放進去之後呢 通細完這個氣體 SiH4 叫做SiH4 SiH4在經過一千度的加熱的時候呢 清出還是清出 變成Sink 這個Sink呢 就會 怎樣呢 SiH4這個氣體 跑進槍體之後 會 跑到 C晶圓表面 在C晶圓表面附著之後呢 1000度的高溫 會讓這個Sink 附著在C晶圓表面的Sink呢 H柱會吸出 留下 Sink的這個原子 而這個原子呢 就會開始在表面去洗 去跟底層 C晶圓去產生間接 產生間接 這樣子 你可以使用Sink 也可以使用 DiPoSink 就是 肉粒細碗 也可以使用 三粒細碗 都可以 只是怎樣呢 矽清劍的 間接比較弱 矽跟粒的 間接 比較強 應該知道吧 化學標 化學周期元素標 越遠的 就是間接會 越強 然後呢 細跟三的綠 間接就更強 需要溫度 就會比較高一點 或是三個都一樣 挑其中什麼就好 不是三個都用 挑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的好處是這樣的 畫面回報 白白今天 今天會使用雷晶系 就是因為 C晶圓的表面 的完美度 會信任 不被信任代表什麼呢 你的細精緣 可能 如果完美的話 應該是要這個樣子 排得好 可是剛剛有一個 排得不好 有一個排得太近了 有一個排得太遠了 其他的又很完美 你可能有局部的地方 排得亂七八糟了 局部 局部不好 但是局部很好 那使用這種方法是什麼呢 塞類進來了 吸附到表面 吸附到表面之後呢 再經過加熱 他會吸出sic 然後呢 變成氣體的氫氣 烤掉 而這個吸出的sic 就在上面產生間結 就會下面的 懸浮件產生間結 所以呢 然後呢 這些sic 或是dai-ko sic 這些惡律細碗 或是三粒細碗 他在表面上的細原子 就會一種去跟 下面的細 產生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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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呢 完美的細產生間結了 欸 他突然就聽到 又有一個細要過來了 他發現左邊的間結 下面的間結 可是下面的間結 是比較歪的 通常比較歪的間結 他的間結力量比較不穩 因為他不是 你在那裡符合你經格的間結 所以呢這個細呢 他就有兩個想法 今天我有來個細了 你也有來選擇 你可以跟下面做朋友 或跟附近做朋友 你可以跟下面接 也可以跟附近間結 這時候他會請下你跟 行的證的朋友間結 他看你歪歪了 就不想跟那個間結 所以一個細的日子來了 一個是 完美的間結 一個是 有形變不完美的間結 所以他就跟 他就跟不完美的間結 行的進 他就跟左邊間結 然後再來 看到左邊也是完美的 下面也是完美的 有繼續間結 有繼續間結 所以呢 他就可以一直這樣 累積上來 累積上來 或者說 就算中間 原本這裡有四個 有四個是不好的 可是呢 他克服了其中兩個 可能有一個克服不了 他也歪了 也有可能會歪 沒有辦法做完美 可是你在做第二層的時候 反正他就慢慢的一心向散 輪迴久了 好幾次輪迴之後 最後就會變成 非常 排列非常漂亮的 劍底就出來了 然後你再把他累積到 一定夠的厚度 我前面講過嘛 整個 電晶的原件 坐在 表面 一麥克麗的厚的地方 所以只要我的累積 精神 足夠一麥克麗的厚 不完的地方就出會在下面 表面出 那上面就排得 很漂亮 就變成一個好的累積車 所以現在 先進機裡練入 只要是昂貴的晶片 高效能的晶片 買來的晶圓 不再只是純粹 垃圾 切片 偷工完的晶圓 還會在上面再做累積 所以呢 現在買來的 在業界使用買來的晶圓 都是累積清晶圓 是累積清晶圓 而我們學校問的 我不曉得 至少我們生日用 就是一般的 切出來的清晶圓 因為累積就貴啊 對不對 比較貴 比較窮啊 或者說 就算你做出來了 你原件要做到很小很小 這點誤差會比較大 我做的原件如果很大 你微小的 排不好 對我電車性影響也不大 就變成 追求極限的人 他就是需要追求極限的晶圓 那追求普通的 或是電車性影響不那麼嚴重了 就不需要適合到這麼 高端的晶圓 好 所以 實際上 晶圓製造 除了拉筋 切片 偷工之外呢 對於現在 機器電路使用的超高級晶圓 是需要 額外 累積一層 細 來創造這個 完美 完美的 細的 一個 一層磨磨 出來 確保電體力在製造的時候 這個電體力所使用的 原材料 是完美的 安靜系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